老爸在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人 在叫其他人 把这些东西里面端过来 或者是什么 然后这个老人 偏偏在写 又另外带了两个人 一个女的 头上绑着头巾 另外一个男的 就站在这个地方 那看到这个老人 还在继续写诗 三个人在很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翠绿的一种 所谓的三名 他知道 他知道他们来了 然后用手挥一挥 这两个人就走过来 两个男人就走过来 那个女的战战兢兢的 还站在原地 显然有些事情是跟这个女的有关系 这老人随手一笔 一直就在那个地方 在另外她的左侧那个地方 她就继续去经会神的写诗 然后他们开始把一些 去好的牧草 拿走 拿走要去做什么呢 可能要把它点燃吧 这个环境相当好 相当充满脆衣 我们对土耳其的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一般人很少 去看待他们的乡下 这种庭院里面 其实在台湾都是很少见 这两个人把木材 扛到一棵树下 然后把那些木材 放下来 然后两个笔手画下来 意思就是说把木材灭架好 这个时候这个老人也把这个字写好 这本小本子 然后把他带在口袋里面 起身 离开这个桌子 然后慢慢的走向 那个树下那两个人 然后之前里面他先会遇到这个 上面绑的头巾 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站在那地方 就一直都没讲话 好 这个老人忘了他急烟 然后就转身 去看看这两个到底 木头处理的怎么样 这女人还是非常非常惶恐 从头开始 就是一个镜头 那这种的话就是 他的一个特质 叫做 长镜头 长镜 从镜头上 好 用了一个镜的镜头 下面已经 燃起的烟 白色的烟 意思就是说 已经开始做了一个薰了 那这个女人 像一个特写 还不错 眼睛里面闭玉色 但是 非常惶恐 终于这个女人被双脚绑起 然后倒吊子 头巾倒吊下来 她有长头发 然后就是这样垂直 倒立着 然后上面呢 有一锅 好像什么汤一样 然后煮了一直熏 一直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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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我相信 中国里面也有这种方法 中国是用黄起煮汤 然后现在她把一个符咒 她刚才写的一个符咒咒语 放入到那个 充满白色的泡沫的汤 然后那个女人 当然被熏了会咳嗽啊 虽然是倒吊 可是一种月圆都没有 很显 这是一种 自定的方法 拼拼的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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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助手 就在旁边里面 然后最后 进来从那个嘴巴里面 一脚水 从她的嘴巴里面 吐了出来 这个就把那个水 从那个嘴巴里面拉下 对 这个里面一直咳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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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这是怪异的自定方法 好 现在片名叫做 鸠 到底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 这影片里面充满了很多摄影方面的玄机 事实上也就是电影导演里面最擅长他的一种解释 如果文字作者他用文字堆砌的话 那么导演就是用镜头里面来解释 这个解释里面必须要有具象的一种事件 才有办法去做诠释的 所以现在前面的字幕不断地跑 不断地跑 那就是来把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里面 做一般的一种推荐 如 当然跟母亲里面事实上有关系 事实上主戏里面也是这个男主角里面 跟妈妈之间的一种互动 其实他们两个关系里面 在年轻的时候就显得并不是很好 那其他有志一定有种 一样公